很久我都没有做过粉红酸民的留言 今天就带大家来整理一下 我的频道上有哪些粉红留言 那其中有小粉红说 天天洗脑台湾人跟邪教有什么区别 洗脑别人有意思吗 挺有意思的 对啊 我天天在洗脑别人 真的 我讲的都是假的东西 造假的 然后台湾人都盲目的信我 还说我跟邪教有什么区别 陈老师就是个邪教头目 然后在这里台湾人都很傻 天天被我传法 天天被我传那个邪教的教义 你觉得可能吗 真的是最可悲的 事实上真相是 一个被洗脑的人 他非要说别人被洗脑 一个睡着的人 他非要说醒着的人 而是睡着的 那还有其他的粉红留言说 这个陈老师在抖音发表爱国的视频 油管还有一个爱国的陈老师频道 为了钱 他两边都赚 欺骗台湾人 跟绿佩一样 相信你最终会被两岸三地的中国人一起抵制 请问我什么时候在抖音有发表过爱国爱党的视频了 我的抖音账号都被封了 就算我是个假爱台湾的人 我今天短时间在台湾积累这么多人气 我有这么傻 像你们小逢那么蠢 然后还跑去抖音再开一个爱国的账号什么 这不就相当于我自己把陈老师的招牌给砸了吗 那些整天说别人造谣的人 自己一直在那边造谣 陈老师也有很多的大陆粉丝 我如果发一些什么爱国爱党的影片 那不是给自己脸上打脸泼粪吗 确实我有一个第二频道 我后面为了好玩 我把那个陈老师来了 改了一下叫爱国版 我想说有时间我会去讲一些 觉得伟大祖国好棒棒的这种反讽嘛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拍 当然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下面的说明来去订阅一下我的第二频道 以后有时间我会奉上一些爱国爱党的精彩影片 就你这样的插的口才都有人信 讲的全不着编辑 没有逻辑 全靠造假和抹黑 没一句实话 中国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还骗别人说你被破坏了 我在中国怎么活得好好的 是不是因为诈骗才跑去台湾了 而且你说话都讲不清楚一口台湾音 不能舌头捋直的说话吗 我一直讲话都是把舌头捋直的讲话 台湾人讲话就是舌头捋直了 没有那个卷起舌头 还卷起舌头不是你们北方的口音吗 不是你们自己的口音吗 说我说话能不能把舌头捋直的讲话 伸直的讲话 我讲话一直是这样的 对不对 到底是谁讲话要把舌头给卷起来说话 这种这个我听了都很别扭 所以我现在就不讲这种口音 你真的很奇怪 难道你希望我用这种把舌头给卷起来说话吗 你又要叫我把舌头捋直的说话 你这个说话的小冯就从来都不有逻辑 有时候他自己把话都讲反了 讲矛盾了 他还没发现 因为他就是白痴嘛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小粉红说什么 小粉红说 台湾人真傻 他是什么老师 看了一下他的频道 什么教学和上课的视频都没有 就给自己封了一个老师的大名 也只有台湾人相信他是老师了 台湾人没有这么傻吧 很明显我也没有说我是一个老师啊 这很显然就是一个昵称而已 因为老师我起这个频道的名字 根本没有想太多 因为之前就有朋友叫我叫陈老师 那我就觉得这个昵称大家都叫习惯了 我就叫陈老师 然后后来因为很多人 小粉红这样骂我 说我什么很自以为是啊 小小年纪就叫老师啊 后来我也在我的instagram上面的简介中 我就说了 我不是老师 我是陈老师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红说 这不是小粉红了 他说陈老师 我是大陆粉丝 现在中国找工作真的好难 希望你能讲一期 另外我很喜欢你的视频 每次都看硬了 你是你如果是小粉 你说你每次看硬了 我还相信 毕竟小粉想要揍我嘛 每次看拳头都硬了 对不对 但是你是我的粉丝 说每次都看硬了 那这也能理解 但是你这个喜欢 喜欢的有点过度了 你心里喜欢就行了 不要喜欢到下面去了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这个的确我在instagram 常常收到啊 很多这个是大陆粉丝嘛 但是我在IG上经常收到 台湾男生的一些私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喜好 OK 曾老师也多次澄清了啊 就是我喜欢女生 IG上面大部分都是男粉丝 给我私讯啊什么之类的 也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就不能来连女生嘛 是吧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丝说啊 啊不 这不是小粉丝 又说错了 啊这是个台湾粉丝 这个台湾粉丝说 陈老师 不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陈老师 我跟我妈都说好了 如果等你拿到美国护照后 立马来台 我妈说给你房间拍影片 场景她都给你想好了 很期待你赶快成为未来陆配 只不过我是男的 你不介意我们可以结婚 现在跨国同婚刚刚合法了 我这个超建议的 我超建议的 这个我真不行 这个我真不行 为什么都是男粉丝 啊当然 老实说也有女生给我发这样的私讯 啊但是现实来说 这个我很感谢台湾人这么善良 如果你太善良 你真的很容易被骗 啊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其他地方 而是亦或是我真的像小冯说的 啊我是个假爱台湾的 真的想要 呃就是为了骗什么美国绿卡 骗台湾绿卡 对不对 天天在这个网络上 那个造谣啊 那个说一些假的东西 对不对 我说万一如果有人是 利用你的善心去骗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希望台湾人呢 呃善良是好的 但是不要太过于善良 前几天我在IG就发表了一个贴文 我认识的一个台湾朋友啊 他是认识了一个大陆朋友 那那个大陆朋友呢 他有一次说他家里就病重了 他直接给他的大陆朋友 又经过什么中介的朋友啊 转换成人民币 给他汇了20多万人民币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还他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不要太善良 收起你的善良 然后我也很感激啊 这些啊 不管是台湾男生还是台湾女生 这些粉丝啊 就给我发这样的私讯 有时候看了 虽然觉得蛮好笑的 但是真的心里是非常的暖心 啊 现在想想看到这些 做影片的时候 看到这些都很感动 然后也有很多的台湾粉丝就经常跟我互动 那我有时间都会回复 因为有些粉丝他经常性的 像是呃 节日的时候给我送上一些问候啊 在IG留言啊 FB留言啊 呃 然后经常刷到嘛 所以我对他的大头照跟ID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也就成为了朋友 我非常的开心跟这些啊台湾人成为好朋友 那过去我是不敢想象的 因为我没有做YouTube的时候 只有以前在台湾认识的那一些朋友而已 但是现在我认识很多台湾朋友啊 社会各界的人士都有非常的开心 那还有其他的啊 今天就整理了这么多留言 今天的新闻我来讲一下啊 就是中国的总理李克强不是退位了吗 啊然后他在那个退位的那个大会上面就输了很多 然后他其中说了一句啊很出名的话 他说人在做天在看 就这样的一句话被中国官方给封杀了 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 看来是苍天有眼啊 那在中国的微博上啊 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这番话就遭到了封杀 那有很多人都收到了说 抱歉因此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 他非常的打理啊 很自信啊 不是说言论自由吗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 而且封起来啊 连自己人都杀 更可笑的 人家还是堂堂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总理 他的说话都被封杀了 我们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他这句话被封杀呢 就是很多人呢 就觉得总理的这句话啊 被解读暗示引射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说他这些年做的事吗 就说他人在做天在看啊 就是说总理李克强他都看不下去 这个习大大做过的这么多事 像什么清零政策啊 就是不搞经济啊 就搞这些核酸经济 搞这些产业链 这么大盖这个方舱医院这个新建核酸亭啊 这都是我们习大大做的好事吗 然后后来只是因为担心他这个王位不保 因为这个白纸革命才解封的嘛 其实像李克强 他是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 所以说啊 他们在很多政治上是有分歧的 那李克强也是中国这个历史上 最窝囊的一个总理啊 就是说最没有存在感的啊 这十年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总理 那像他过去的很多政策啊 他做了基本上都被习大大打枪 像是过去总理的一些权力啊 都被习大大收割了啊 明明你总理可以干这个啊 习大大说这个改政策了 现在归我习大大管 所以说啊 他也是史上最窝囊的一个总理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习大大可能有点自卑吧 毕竟他是小学生毕业嘛 李克强呢 他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啊 学历最高的总理啊 算是学霸了啊 所以作为一个自卑的人来看 我学历那么高 肯定就是看不下去嘛 但是我们习大大权力比李克强大 所以说这个话语权 包括这个权力都在习大大手里 所以说为什么这十年 习大大一直去把这个总理的权限给收割 之前在推特上 我们也经常看到 吹什么习下里上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习近平这个太烂了啊 就是对李克强抱一点幻想 希望习近平下去 李克强总理上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不现实 当然最终也没有成了啊 就是打到嘴炮而已 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幻想啊 其实你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很多人对习大大的这个做法 很多事情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没有办法啊 只能去幻想习近平下李克强上 就就产生这个习下里上 很显然这就是个幻想 其实不管怎么说啊 李克强他上来了中国又能怎样呢 对吧 他就一定是个好儿嘛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也是表达出一种无奈吧 就是习近平做的太烂了 那李克强上来或许会好一点吗 其实也也不一定 这真的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那李克强过去就在河南执政的时候啊 他在那边当官的时候 就做了很多的丑事啊 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那当年中国的媒体都有报道的吧 但是是那时候他不是总理的时候 中国大陆前卫生部官员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炳中 因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 造成大量艾滋病感染者发病并死亡 于是向其发出质问 李克强就在未了 有何资格担任总理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中共官方从未承认血液感染造成大批 艾滋病毒受害者之丑闻 而负责掩盖丑闻真相的官员 即李克强 所以说李克强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只是他没有那个比习大大更大的权力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 习大大权力那么大 现在都是当皇帝了 然后才会想说第二号人物肯定是一个爱民的 才会幻想出啊 他肯定比习大大要好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无奈 说白了就是幻想 他上来又能怎样呢 照样武统台湾 照样去镇压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可能他的确会比习大大要好一点 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没有那么的蠢 毕竟一个是小学生 一个是博士生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总体来说 改变不了大局 那影片的最后呢 就是业配时间 在海外想看国内的电视 想听国内的音乐 想玩国内的游戏 但是不管是电视剧 还是电影 还是国漫都看不了 我想翻墙回国 怎么办 零极光回国BPM 支持iOS苹果 安卓手机 Windows电脑 苹果电脑 还有安卓电视 一键加速 零极光操作简单 不掉线 零极光支持苹果手机操作 一键加速回国 使用前 使用后 点击搜索 零极光回国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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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极光回国BPM